柏基7 開會是從外長到財長 然後最後是領導人 那領導人是19號 那事實上在這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派官員到歐洲去做訪問 包括秦剛還有韓正 那當然就是想要阻止在 因為財長聲明會先出來 就是你剛剛講到那個經濟脅迫的部分 美方確實想要把它納入 那目前這個領導人的聲明 美方也想要弄一個中國專章 那還有一個叫做經濟安全的專章 那目前也在角力當中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法國跟德國還有義大利的立場 他們基本上不想講得太具體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財長聲明 他只有點名俄羅斯 他連中國都沒有提到 他只有泛泛的談 就是說這個全球的供應鏈要怎麼樣 那大概都只有一般性的警告 那具體比如說直接點名中國 或者是直接講出具體的反制主張 都沒有出現 所以你可以說中國大陸到歐洲做的外交工作 有初步的成果 就是中國大陸還是希望跟歐洲能夠好來好去 那至於義大利對一帶一路成果太少有意見 那汪文斌也說我們有很大的空間可以談 那因為這個很難怪誰啦 因為義大利政府一直換 然後又碰到疫情 我認為法國還有德國還有義大利 應該不會在G7接受美國的措辭啦 所以基本上G7還是主要針對俄物戰爭 那基本上你已經看到德國已經有給烏克蘭新的30億美元的軍援喔 而且包括無人機 然後跟哲倫斯基還共同發表聲明 說要幫烏克蘭打到勝利為止 這個是空前的聲明 我說蕭茲怎麼會這樣 我自己也很驚訝 不過不管怎樣啦 就是說我們看到那個財產會議 承諾給烏克蘭的金額是440億美元 坦白講這個錢並不夠啦 因為這個錢是到2024年初喔 然後重建的預算 那個國際貨幣基金 4年只承諾了156億 這實在太少了啦 因為烏克蘭的重建 據大家的估計至少要5000億美元 所以你從這裡也看得出來就是歐美 已經有點力不從心了啦 所以你說這樣還要再硬打下去嗎 我看應該不至於啦 可是就是說 這個和談也不是那麼容易啦 因為雙方也要互相要讓 那目前中國大陸已經派了那個特使嘛 就李輝 他現在已經出谷去了 他要去德國 法國 波蘭 然後烏克蘭跟俄羅斯 所以恐怕要等李輝這一趟訪問完 才會看得到進一步的局面啦 是 那賴老師呢 賴老師怎麼看 首先我覺得 美國跟日本確實 因為這次的財政會議實太重要了 它是在峰會的前夕最後一場會議 那本來G7就是一個以經濟為主 那現在有點跨到政治安全 那既然以經濟為主 那就是財政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擺在最後一場 在這個峰會中美國跟日本 美國主導 日本當馬前鋒 就是想要通過這個經濟脅迫 針對中國來聯合聲明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現在日本想夾帶 共同社放出一個消息 獨家的 說日本想用文件的方法去夾帶 那也就是說要預計 在21號最後一天峰會的時候 就是5月21 然後就通過了 就聯合聲明沒有 但是夾帶一個文件 然後就是指責中國經濟脅迫 所以如果七個國家 或者是與會的國家 受到中國所謂的經濟脅迫 這些國家要團結一致 來對抗中國大陸 是想通過這樣的一個決議 那這個就是抱團 那當然中國也知道他們的策略 所以中國剛剛亮亮有個講 前段時間密集的在歐洲訪問 那事實上是牽制了 安庭文雄跟拜登他們的這個做法 所以葉倫這個差語而歸 葉倫沒有達到他們目的 經濟脅迫簡單的 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下 當時韓國對於這個 未安婦的賠款 還有對於日本不肯那個道歉 還有對於奴工的問題 所以他們當時就把日本 在韓國的一些企業的財產 法院就判決了 沒收 凍結 那日本就採用經濟脅迫的方法 也就是把三星最重要的 半導體的洗滌劑 就不供應給韓國 三星差一點 完蛋 後來是從俄羅斯那邊 還有從其他中國大陸那邊 買了一些來去應急用 這個就是經濟脅迫 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個六方的會談就是核協議 伊朗完全遵守協議 川普上來以後撕毀這個協議 那伊朗就認為說你撕毀協議 那我就根據協議的規則 我把這個核濃縮的風度 再往上提升 美國就對於伊朗實施經濟脅迫 說所有的東西不准賣給伊朗 他的以前的這些 解除經濟制裁一例無效 法國就被脅迫不准幫伊朗運由 你看這叫做經濟脅迫 所以經濟脅迫最厲害的國家 其實就是美國 那你也看到就是日本 可是他們現在反過來去指控中國 這個就是美國人玩的手段 還有一個所謂的島鏈的問題 我倒覺得島鏈問題不大 為什麼問題不大 在海上船多就是贏 以中國目前的建造能力 再經過五年十年 中國所打造的航母數量 跟整個船艦的數量 一定會碾壓美國 所以整個太平洋 中國的艦隊中 中國的艦隊絕對會多 中國的人口數也多 所以中國的海軍的組成的人員 這個部分裡面問題也不大 那也就是說 只要是船艦的數量夠 人員的數量夠 那基本上你美國 艦的島鏈再多都沒有用 因為本來在海上 我們看過過去 所有的戰史的一個紀錄 你統計起來 如果觀眾朋友有興趣 統計一下 幾乎就是船多就是贏了 所以我個人倒覺得 島鏈美國不管他再怎麼做 最後一定是徒勞無功 來 劉老師 這個我覺得要講出一個 第一性原理 就是你既然叫財長會議 財經財經 對不對 這裡面最重要的話 不是政治 是市場 你市場在哪裡 你生意就在哪裡 大家不要忘了 那個原來還有G8 裡面還有俄羅斯 突然就是因為不高興了 就叫他滾蛋 所以說這個會議本身來講 就是一個名稱而已 它根本就不同心 它不同一致 到這裡頭 為什麼要加上一個經濟脅迫呢 因為這個聽起來 好像是一種價值觀的 這種感覺 好像不太好 但是實際上的話 既然你是財長會議的話 既然你是做生意的 你就要問 做生意的將本求力很正常啊 為什麼還講到什麼賢貨 說句良心話 你把我錢賺走不是賢貨 你沒有動你的頭腦 你怎麼可能會把我 我口袋錢掏出來給你 對不對 我因為要求物超所值啊 對不對 那就是讓大家來回啊 你要賣賺 我講一個簡單的道理 大陸人非常喜歡買這個 這個LV的這種 高級的這種生活食品 不是一種賢貨嗎 那個仿貌做的不是一模一樣嗎 但是大家就覺得 先花時間來辨別真假 那法國人賣得很高興 他怎麼會答應你 說什麼 以脅迫的名義就不賣了 那他要賣給誰 就開玩笑 尤其是像最近的芯片 你不賣給大陸 你要賣給誰 這個實際上講起來的話 那個經濟上的脅迫的名詞 用的其實非常莫名其妙 另外我要講一點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邊跟大家稍微強調一下 我事前講過 就是我要去敦煌一趟 我在敦煌看了非常感動 尤其是現在 這個中亞峰會 在敦煌當中你就會發覺 以前中國的思路 就是少數民族聚集的思路 只談經濟不談政治 那當中的話 少不了戰亂 但是大家認為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所有的商人不管多辛苦 就要能夠賺錢 賺了錢的話 就要感謝佛祖這一路上保佑平安 賺了錢我看 基本上也都是消了塑像 畫了壁畫 這個是一個很美好的圖像 哪裡有什麼經濟脅迫 哪裡用政治來管生意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兩者一相互比較 你就會發覺那個思路的層級 跟現在搞的這個G7還有G8 什麼的那個差距真的是太大了 這個是大家應該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另外我倒是有一點要提一下 原來我們叫海參圍 現在叫海參圍 這個整個俄羅斯跟烏克蘭衝突的時候 從去年的這個2月24號開始 我就一直在問自己 對誰最好 這個對誰最好 我當時的話 整個觀察以後 我現在發覺 這個其實俄羅斯吃了 沉坨鐵了心 要跟中國合作 那合作的話 他就拿出大亞東地區 那就是海參圍是他唯一的港口 請大家注意 這件意義非常重要 因為大陸本身的 就是整個黑龍江跟吉利兩省 他們苦沒有出海港已經良久了 對不對 現在海參圍送過來以後 對於他們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 黑龍江的東西 直接送到海參圍 然後運到上海去什麼 進進出出都非常方便 更不要說是大遠東地區有 700萬平方公里 你知道什麼叫700萬平方公里 就是將近的話 台灣只有3萬6千 對不對 你稍微算一下的話 那就是說 在這裡面的過程當中 裡面產生的一個結果 一個比台灣大200倍的地方的話 在整個開發地區 再加上中國人的勤勞 再加上中國人的努力 以及聰明的話 那這種東西的話 我不是說我看到戰爭之後 有發財的機會 但是我看到戰爭是改變一切的 因為俄羅斯本身 原來我在留學的時候 俄羅斯人基本上認為 他自己是歐洲人的 他長得也是歐洲人的樣子 現在突然下認為 要跟中國人在一起合作 這誰搞的 這不老美搞出來的嗎 這大陸註冊的實體公司 有2900萬家 44家算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還好 還好 事實上我跟你講 拜登那個 尤其是葉倫 那個也是在吹牛 又不是說 每在違約 違約一整年 拜託好不好 違約也是頂多 違約個一兩週 也是會來補救 所以這些人都是誇大其詞 我坦白講上個禮拜五 美股我從頭看到 開高 然後到了走低 上下震盪最多285點 這算什麼 很穩定 如果真的是危機 應該跌1000點 所以我覺得都是在吹牛 那華爾街當然最後 可能會出一點力 就是讓國會讓步 可是那個到時候再說 我認為到最後都不會是問題 因為你不可能違約 然後就放著不處理 所以了不起就是違約一下 然後再來處理 因為你拜登都不妥協 也說不過去 因為人家只是要你10年 要還4.5兆 你已經給人家弄赤字 弄那麼多了 你平均一年也只有4千億 對不對 你連這個都不能讓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不能夠指去說 你國會怎麼都不負責任 你拜登也一樣不負責任 所以我是覺得 雙邊都要給他壓力 說實在 那美國的經濟 我覺得也不是說有多嚴重 可是就是 今年很明顯 就是中國大陸 東南亞還有印度 是領頭羊 那因為中國大陸的體量大 它的GDP是17.7兆 那印度只有3兆 所以當然就是中國 它能夠帶動全球經濟成長 它的分量就高達30% 這個是必然的 而且這個態勢 如果用國際貨幣基金的估計 是2023到2028都是這樣 是5年 人家是看5年 所以我們不是說 美國經濟會暴跌 也沒這樣講 只是說你只有1% 你只有1% 你能夠幫助誰呢 對不對 那所以為什麼很多國家 都想要去中國爭取一點訂單 增加一點貿易 因為它的能量大 它今年 我們看最近的數字是5.2 成長起跳 有人甚至認為會到6 對不對 那你美國才1 你怎麼弄 那歐洲更低 歐洲可能只有0.6 所以你這個歐洲國家當然只會來找中國 而且中國道路很特殊 因為它是各種民生工業 它的工業體系是全面的它都可以製造 然後又有基建的能力 所以當然人家跟你的合作空間就會變得很大 你美國不是啊 你美國是金融業好萊塢 我怎麼跟你合作 然後還有高科技 有的人國家也用不到啊 對不對 我還用不到人工智能啊 用不到你那個超級高科技半導體啊 所以我要怎麼跟你做生意呢 可是中國大陸不一樣啊 它是 什麼層級的生意都有啊 所以我是覺得在 是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中國今年 看起來就是一個 就是經濟上 會被很多國家去爭取 你大概會看到很多面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講到 習近平做那個廣告 2023年開春啊 外交 就是做不完的外交嘛 事實上現在不只是中亞參開峰會 非洲也有兩個國家去北京訪問 那也是很關鍵的國家 斯子山跟俄立垂亞 那個都是關鍵 中國要設置軍事基地的周邊啊 所以 坦白講有很多面可以談啊 是 賴老師 我覺得龐貝奧有一次在公開的演講 對於他們的學生講的 他們說我們美國的官員 他說我們偷竊 所以我們美國官員是小偷 我們說謊 所以我們是騙人 我們暗殺政變 所以我們是屠夫 那我們的一切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利益 所以我們幹盡所有的壞事 但是都有道德性有正當性 這種說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美國人是大騙子 我們的政客都是大騙子 那今天的情況是 拜登這個騙子 想要騙麥卡錫另外一個騙子 但是他沒騙成功 之前我們已經在這個節目中 我已經很篤定的跟各位說 6月1號 美國的公債不會違約 那時候我想亮亮你也在 我說他絕對不會違約 拜登說 如果談判沒有結果的話 我就不去參加G7 你就是做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 怎麼可能 結果他宣布了 他後天啟程 5月17號他要坐飛機 開始飛到日本去了 你看是不是大騙子 談判前騙了 然後結果麥卡錫是另外一個騙子 所以老千對老千 另外一個老千沒有上當 所以他沒有成功 他沒有牽成功 結果拍拍屁股一樣照飛 所以這個就是美國人談判的手法 都是用騙的 因此跟美國人談判 那麼容易就被他框了 那是你笨 因為你要知道他就是騙子 不要被他騙了 那我們台灣最笨 台積電都被騙走了 騙了可能三座 這個實在是對人民如何交代 馬克宏的事情是比較大 馬克宏事情就是 他成立了一個叫做選擇法國 這次應該是第六屆的峰會了 成果出來了 也就是說他選擇敦克爾克這個地方 敦克爾克往西走就是卡黑 就是要到英國去的那個 卡內 這個一個出海口 另外一個往北走 就是不會日 布魯日 我想這個是與局正中最熟的 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古鎮 所以他選擇的地點是非常的好 這個地方是海港城 那他要做什麼呢 他要把它做成為電動車的電瓶的整個歐洲 的生產製造中心 那因此他把我們台灣最好的這個廠 徽能把它挖走了 那也到這個廈門 然後也把這個廈門的這個廠 也帶了一部分去跟中法就合資了 那很明顯的成果已經開始出現了 那他徽能幫他們創造三百 三千八百個就業機會 廈門的這個廠幫他們創造了 一千七百個就業機會 所以他等於是慢慢的你看 他的這種五月一號的之後的那種供運 已經到了頂峰開始往下走了 他度過了那個危機 所以我覺得馬克宏他倒是干涉 他的經濟的情況會越來越好 然後中法的這個文化年 順利展開的時候 我覺得馬克宏的戰略自主 走了把歐洲帶了另外一個方向 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式 中歐的關係一定會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是 岳老師 對 我不會認為說是相信美國人的話 相信美國人的錢都是傻子了 因為我從小長到大 我所有認得聰明的人通通移民美國了 真的是 我真的講 我們旁邊亮哥他們也是留學美國的 但是我覺得美元的霸權 就是說美元霸權從這個 從這個尼克森時代開始 美元是我們的貨幣是你們的問題 這個話講出來 美元霸權起碼有150年了 從布萊頓森林到現在 你可以算到2040年的時候 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美元 形成一個我們哲學教的典範 就是說大家所有人 如果美元垮了大家所有人都完蛋 就是包含我們現在在做的所有人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整個計價單位 包含台灣香港什麼韓國日本什麼 他們都計價單位的錨定貨幣都是美元 那美元就是趁著這一點 因為它是形成了典範 它又具有發易型典範去貨幣的這種權利 所以說它呢 就會產生一種自大非常傲慢的態度 但是呢我們在哲學當中強調 一個革命的概念跟典範的轉移 是透過時間所發生的 那今天的話呢 出現的情況 因為美債違約出現的問題是 所有的銀行 他拿了存款以後 都要找那種無風險利潤 這個就是美債 越長期越無風險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把你的信用拿來當這樣子的 像兒戲般玩 為什麼叫兒戲呢 因為美國中國 國民黨也沒有說他放棄主權 事實上 國民黨的論述是說 兩岸是一個特別的關係 所以是用內部的關係來做規範 那你對外還是一樣 你是中華民國 所以重點是賴清德是不是不接受這種內外有別的規範方式 那你如果要這樣規範 那兩岸就是註定走不通 就是 但是事實上東西德也是用內外有別的方式在規範 南北韓也是 所以我就覺得他到底在主張什麼自己要講清楚 然後備戰是不是能夠避戰 你去看烏克蘭嘛 烏克蘭從2014年克里米亞被併吞 他就開始備戰 備戰了八年後來還不是一樣打俄烏戰爭 因為他堅持要參加北約 俄羅斯就是不能接受嘛 所以重點是俄烏關係的進程嘛 通常我們在講備戰和避戰 是在指雙方勢均力敵的時候 比如說法國跟德國如果我備戰 那減少戰爭的機率是蠻高的 可是如果你本來就很懸殊 那我看要避戰還是要靠外交啦 所以就是因為民進黨在兩岸的外交搞不動嘛 兩岸關係搞不動嘛 所以就常常你會聽到一些自相矛盾的論述嘛 比如說你看蕭美琴 蕭美琴最近很努力啊 在華盛頓時報接受專訪 說台灣很安全啊 因為經濟學人就說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然後巴菲特賣股票對不對 那蕭美琴就出來辯啊 說台灣很安全啊 大家可以來投資啊 結果橋水基金繼續賣台積電 為什麼人家沒把你的話當正 因為你台灣外交部長吳釗燮 一天到晚當戰狼耶 吳釗燮每天都在搞戰狼 那到處都聽到 好像今天要打地面戰爭的樣子 你看你最近在佈這個局 哪一個不是地面戰爭的局 甚至不是海面戰爭不是登陸戰 都在打城鎮戰地面戰 所以警察也要去受軍訓 受的是什麼訓 百分之六十是城鎮戰的訓啊 警察也要開始去招募人家來當民房 而且規定要四十歲以下 高中生也在做明冊 因為被猶豫欄發現了 給你公開 所以現在不敢動 你的全動法啊 還有警察的種種佈局 通通都是在搞地面戰爭耶 只有你的駐美代表在那邊講說 我們台灣不會發生戰爭 你在講給誰聽呢 你自己都不一致耶 然後你在看邀請來台灣訪問的 哪一個不是罪英派 這個世界上反中的罪英派 一個一個來訪問台灣啊 共和黨的歐普克萊恩 John Bolton 然後現在是英國的特拉斯 哪一個不是全世界最反中的鷹派 所以你這個讓蕭美琴怎麼做事啊 所以我坦白講 我就覺得蕭美琴真的很可憐啊 就是他被交辦 你一定要去跟外國人講啊 說我們台灣很安全啊 不然很多企業都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就在他講完之後 喬水基金 美國最大的私募基金 繼續賣台積電 表示你講的話人家聽不下去嘛 所以這個不是賴清德你自己講一講 蕭美琴你自己講一講 就可以自圓其說的事情嘛 因為吳釗燮就是全台灣最大的戰狼嘛 你可以讓他改口一下吧 還有你不要一天到晚 都要叫他準備城鎮戰嘛對不對 嗯好其實呢民眾心裡頭 看到政府這麼多訊息 你會有一些想法 那文倩姐他提供的講法說 他覺得這個說詞反覆 是為了鋪陳晶片法案 他也強調就像剛剛亮哥講的 經濟權人千千不是講嗎 說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 而他就認為了這種歐美團體 他說英國美國的媒體 他們開始沆吸一氣 主要的原因他覺得是在公關公司 因為他點出了說是不是 都是有人出錢給公關公司 去拜訪各家媒體 所以大家寫的東西 才會通通都是一樣的 點出了這個可能性 請教賴老師怎麼看 這個就是我們長期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一直在講的 有一個中央廚房 我想文倩他也觀察到 這個中央廚房 事實上好像是存在 然後他們的目的在哪裡 其實他最主要影響的 還是安格魯撒克遜以系的這些媒體 例如說美國的媒體 英國的媒體 反而你看歐洲的媒體 這個部分裡面 琢磨就沒有那麼深 而最深的其實就是 安格魯撒克遜以系的這個媒體 那他們的媒體 就在創造一種氛圍 就是說台灣要打仗了 很危險 那台積電快沒了 很危險 所以一定會影響到 美國的安全生存 還有G7 歐洲國家的安全生存 所以他們才會說 台積電一旦被炸毀 全世界會損失幾兆美元的這麼大 那這樣的情形下 就一定要把台積電搬走了 所以整個氛圍創造完成了以後 台積電就被搬走了 一個被搬到美國去 另外一個被搬到日本去 現在還有第三個 正在歐洲都在炒 德國說我要 義大利說我也要 義大利就拿出交換條件 給我 我就不要一帶一路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交換 我們看到台積電就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這個一個 這麼重要的一個半導體 就這樣子被瓜分 刮走了 厲害啊 這個手段之厲害 而民進黨 他們完全 不但沒有幫台灣人 守住這個台積電 還把它推出去 送出去 坦白說 連巴菲特都看不到 台積電的未來 他說台積電管理很好 很偉大 很了不起的一個企業 但是他的位置不對 他位置不對 在哪裡不對 現在台灣很安全 那就沒有台灣位置不對的問題 那位置不對 就一個巴菲特做生意的人來講 放在歐洲 放在日本 放在美國位置就不對 為什麼 成本太高賺不到錢 其實對巴菲特來講 他考慮的是利潤的問題 所以放在歐洲 美國 日本 賺不到錢的情形下 那位置不對 台積電他不看好 賣光股票 這個是合理的事情 另外我還是覺得 耐心得 我想問你 你還搞不搞台獨 你講了半天 你就是回避台獨這個問題 我只問你 你還搞不搞台獨 第一個 第二個 你執政以後 你搞不搞台獨 會不會你執政以後 就不搞台獨 你在野的時候就搞台獨 你跟台灣的民眾 做一個坦白的交心 你既然要選總統 你就交心說 我賴清德搞不搞台獨 第二個 我執政的時候搞不搞台獨 我在野的時候搞不搞 你要跟大家講清楚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就在於 其實 我同意正亮所說的 這個備戰跟會不會發生戰爭 是兩件事 這個道理很簡單 兩岸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天差地別 那連美國都沒有把握打贏解放軍 美國一點把握都沒有 美國都沒有把握打贏解放軍 那台灣跟解放軍作戰 坦白說毫無勝算 台軍自己也清楚 民進黨自己更清楚 那個台軍毫無勝算的情形下的時候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在於 那也就是你備戰與否 跟本戰爭 跟會不會發生無關 其實就有一個地方有關 你民進黨 你賴清德 你搞台獨的 你碰不碰觸反分裂國家法 你碰觸反分裂國家法 這個戰爭就必然發生 所以很明顯的 如果他賴清德說 絕對不會發生戰爭的意思就是 你絕對不敢搞台獨 來 岳老師 這個賴清德 他沒有讀過哲學 他根本不知道主權是什麼東西 他說亂講 這個主權最重要的 不是說當名詞用 主權是所有人民的共同意志 我就是你讀一讀政治思想史當中 霍布斯道或者盧梭的書 盧梭說過主權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主權不能分裂 你懂主權啥叫不能分裂嗎 就是說你中國有中國的主權 然後你現在 你自己要有主權的和平 你這不就是分裂嗎 你根本就不用問他 他頭腦都不清楚 但他做的事情 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就是務實的他不懂意思 但他亂講 講完以後 大陸一聽的話就覺得說 這有問題 因為你一聽也就知道 大陸今天跟我們講九二共四的話 就是說海峽兩岸是同一個主權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我們才能夠避戰 我跟你講 就是說你是要備戰還是避戰的時候 你在台灣這邊所作所為 很像一個國家 像以色列你知道嗎 女生也要當兵 全民當兵 當兵本身來講的話 來面對所有的侵略 我們今天台灣只有一個侵略 就沒有侵略啊 我們今天面對的就是 接受九二共四 這有什麼不對的呢 戰爭根本就不是一個選項 這不我講的 這李秀蓮講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的話來備戰 什麼叫做刺針飛彈 刺針就是肩扛式的反坦克導彈 就是說我們這邊叫做反坦克的飛彈 你每一個人都背著反坦克 我告訴大家我在當兵的時候 光背那個步槍就痛得個要命了 還背搗彈的 開什麼玩笑 你根本都沒有搞清楚 我跟你講 民進黨本身來講的話呢 全部是用騙的 因為有的時候你就會發覺說 前一陣子的話呢 邱國正我們國防部長還講了 就是戰爭一開打的話呢 他改了不是馬英九講的 首戰及終戰 他是全倒沒有前後方啊 大家都開始往台東撤退 台東怎麼那麼倒霉啊 哪有機會跟你撤退啊 我們現在講的每一件事情啊 基本上都已經洩漏天機了 這根本不用看白色傳了 你也知道他們在搞什麼東西啊 這裡面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根本拿不出辦法來面對 因為前後矛盾 一方面的話呢要搞台獨 另外一方面的話呢 要騙選票 最後的話呢 出現的結果就要讓自己能夠解釋得通 這謊話講久了 自己也很相信這一套 你看我們那個總統蔡英文 他找那個樣子他能打仗嗎 開什麼玩笑還大小姐的 這種封建的名詞我老早就沒聽過了 還大小姐 你憑什麼叫大小姐 我叫大少爺 可以嗎 我當財大教授 我不應該當大少爺嗎 你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你現在這種講法 你還對號入座 還不反對 講了講了 口氣都中起來了 我覺得中國大陸去制衡G7 不是中亞峰會 中亞峰會本來就是既定的行程 而是那個他派了秦剛跟韓正去訪問歐洲 就是浮體抽薪啊 讓法德義跟美國日本不同調 這才是比較是中國在醞釀的東西 那我們已經看到G7的財長會議 那個共同宣言裡面沒有提到中國 本來他要把那個經濟脅迫寫進去嘛 後來沒有寫進去 後來沒有寫進去 對 然後供應鏈的部分 本來要把中國寫進去 那後來都沒有點名 所以表示美國基本上已經失敗了 那未來這個G7的領導人高峰會 就是5月19號 那美國現在也在醞釀要寫中國專章 那歐洲是傾向把它寫得越模糊越好 那或者是只提出一般性的警告 不要提出具體的反制措施 那我預計這一局美國也不會成功 基本上就是 你可以說中國大陸訪問歐洲得到了一些效果 比如說德國法國 我認為義大利那個一帶一路的抱怨 中國應該也會處理 那基本上歐洲就會覺得說現在重點是俄烏戰爭吧 不是中國吧 所以我認為G7重點應該還是俄烏 那金裝貨幣會比你預期的要難很多 很難嗎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差太遠 是 有一些國家 而且你也沒有共同的貨幣政策 沒有共同的財政政策 你怎麼穩住你的貨幣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毫無基礎的事情 你頂多只能夠說 他們願意用本幣互換 或者是減少使用美元 可是要產生共同的金裝貨幣 我認為 不太可能 像歐元那樣子的貨幣 不太可能 很難 歐元有共同的貨幣政策啊 它有利率上的 匯率上的要求啊 那它只是說沒有財政政策 那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啊 那以金裝國家那個相差那麼大 我覺得很難想像啊 比如說巴西 巴西跟中國 巴西的經濟的穩定度就差太遠了嘛 那你怎麼合在一起呢 我覺得難度很高 是 來請教楊宇明老師 我先講這個米利跟布朗 米利是其實任其道了 任其道了 那我覺得他過去其實表現得不錯 特別是在川普後面那幾個禮拜有沒有 對 他還打電話給李作成 是 我沒有要跟你打仗 對 我的老闆們一直不斷的要我們軍事動作 你不要誤會 中美之間不可以開戰 他那個時候這樣講 感覺滿清醒的 對 還被這個川普指責 是 越拳 去跟外國做接觸 但是中美之間樂線的目的就是如此 那現在布朗上來 那因為美國是文官治理 所以作為軍事的首腦 其實他基本上在政策上 在政治上不應該有特別明顯 否則他升不上去 因為你上面的共和黨民主黨不斷在換 是不是 可是現在的美國的 比如像是印太的這個司令部的這個司令 他不斷的針對就是說 中美之間的軍事的這個發言 甚至針對台灣議題的發言 有時候已經比較政治性 預測時間點或認為發生的可能性 或者是針對中國大陸發動戰爭 要怎麼樣來去援助 這種其實已經超越單純的這種就是專業 那我是覺得那這個布朗呢 反而表現出他的這個專業性 我講 雪曼下來 各位要記不記得 另外前面一個 羅森伯格也下來了 現在還有一個人在美國的國務院 擔任高職的就是叫做盧蘭 各位 如果女性在外交圈裡面呢 這個其實他必須要 因為他在男性的社會當中 有時候他講話也很強勢 但強勢的習慣在一個決策圈裡面 尤其是那個北 這個古巴非奈維基的這個研究告訴我們 在一個決策圈裡面 如果有一兩個人講話很強勢的時候 他就會引導這個政策的思維的發展 我覺得雪曼跟羅森伯格過去 我的接觸 他們其實講話很強勢 因此在相關的決策裡面 會影響這個決策的產出 而那個盧蘭更是主導整個 從2014的烏克蘭的革命到現在 作為關鍵的這個參與者 那但是現在俄武戰爭有變化了 所以你看到雪曼跟羅森伯格 大概時間到兩年 然後呢被安排到別的位置 或者是離開年紀大了 但我個人覺得因為我認識康達 他是我同學 以前接觸到像是一些其他人 那像是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美國的這個印太沙皇 我們也接觸很久 所以他們比較是講話 不是那麼的強勢的人 在一個場所裡面強勢的時候 你很容易已經講這個政策 我覺得他們感覺上 差不多這個政策要有變化了 那個土耳其還沒選完啦 他有第二輪吧 對 那第一輪大概贏4點多吧 艾爾頓 對 那個泰國事實上 你不能夠說那個很年輕的那位 他已經贏了啦 因為泰國是這樣 他選舉的有400席 然後政黨代表是100席 總共500席 那這個政黨大概是150席左右 所以他沒有辦法一黨執政 所以他領先現在 對他要聯合內閣啦 主聯合內閣 可是因為泰國的參議院都是軍方 所以你還是要跟軍方合作 所以沒有所謂的 徹底的政黨輪替啦 在泰國是不可能的啦 那目前第二大黨就是 他姓的妹妹那個黨 所以基本上他們有可能會主聯合政府 那事實上我覺得 因為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那個年輕的那個政黨 他的主要的訴求啦 如果是他姓 他姓他只輸他一點點 那個第二大黨 那個那個黨以前就是比較照顧中下階層的 那事實上泰國這個國家就是在外交非常靈活啦 那所以他跟美國跟中國關係都不錯 所以你我覺得只有一點程度的差別啦 就是就好像土耳其這個老油條一樣 你說他跟俄羅斯跟美國到底跟誰比較好 我覺得也是看情況 這個阿爾多安也是個老狐狸 所以實際上現在這種國家會越來越多了 就是說不一定是一定偏向哪一邊啦 那我覺得像塞爾維亞這樣的國家 或者是像匈牙利啊 在這一次歐洲經歷了這個俄乌戰爭之後 我覺得很多這兩國的老百姓 會認為他們的領導人選擇是對的 就是先把經濟顧好 所以他們並沒有遭到通膨很大的衝擊嘛 所以我是覺得基本上 他目前還穩得住他的政府啦 那至於如果有個別的風波 那應該是個別的事件啦 而不是政權的問題啦 好 所以你認為這個武器期現在應該還是會繼續 我認為機會還是很大 先講泰國 因為那個參議院是250級 全部都是軍方任命 所以他必須要在7月 7月的時候 才會要舉行就是參議院跟眾議院 的這個聯席會議 這次選的是眾議院嘛 400加100 選舉家帳這個 就是政黨代表 那現在這兩個黨 維泰黨跟就是這個太極黨兩個加起來 有沒有到376 因為750的一半要376喔 不到 所以你能不能加到376 第三個政黨能不能出現 還是說那個參議院裡面有些人會不會叛逃 我覺得這個現在都不知道 可是皮塔已經說得清楚 他不會組一個少數政府 但是如果你不組少數政府你要跟軍方妥協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但各位 泰國是歷史上 從來沒有被殖民的東南亞的國家 它的西邊是控制的印度跟緬甸的英國 它的東邊是從越南柬埔寨的寮國的法國 那英法之間對他其實維持他的尊重他的中立 那在整個冷戰到現在 他也其實在美中之間事實上是游走的 在今年的 就2月28號 美國跟泰國的第42次的金色眼鏡蛇演習 軍事演習 也有將近1萬人參加 所以美泰之間也有那個軍事合作關係喔 美國當他講到印太戰略的時候 會把菲律賓新加坡跟泰國共同列進去的 但是泰國也跟中國大陸經貿關係非常的密切 所以你跟他說絕對是說親中或者是說親美 這倒不一定 那新來的政黨我覺得他也知道泰國的利益 就跟土耳其一樣 但土耳其你說5月28號這個選舉會怎麼走 如果現在看起來的話 當然掌控媒體跟掌控選舉機制的二段的機會 還是比較高 你知道上禮拜二段突然在選舉前一個禮拜 要宣布什麼事情 是不是 公務員加薪45% 蛤 這麼好 Oh my God 高開買票 對 公務員加薪45% PRISE 我很希望我們台灣有這個政策 你知道 但是這有沒有用 有用 有用 所以呢 這會不會影響到他後續的連任 我覺得一定會 他的挑戰者是比較弱 他挑戰者指控 俄羅斯介入土耳其大選 然後呢 艾爾頓就指控美國 介入這個土耳其大選 土耳其的地緣戰略位置 決定他的政策的思維走向 就算是新上來的人 這個反艾爾頓 如果他真的成功的話 也許跟美國或者跟西方 有一段蜜月期 但很快又回到他們的地緣戰略 所定的他們的這種遊走 他們的就是在兩邊的這種角色 為什麼不 兩邊都可以左右風雲說 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除非你這個頭腦壞掉 對不對